请到我们的 You Gaga 的小叶老师 再次有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今天小叶老师会在这里 跟我们如既往的 在这里跟大家上 今天跟大家笑的课程 那么在这个课程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非常有心地请到 我们的 SM48 的王毅 哇哦 嗨 好 那我们王毅来到中间好吗 好 行 哇 好 那非常开心王毅 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 You Gaga 的这样一个人民广场店 那么 不期待 我们首先先 的小伙伴们打声招呼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 SH48 TMH2 的王毅 你们好 好 哎 今天 是不是比较少的机会 就这么运动的方式 跟大家见面 对的对的 那今天现场也来了几个 啊 就是你的粉丝好友们 嗯 我觉得很重要的点 才以我 既往的这个 两前面两节课的经验 我觉得你可能在上课之前 给他们加个油吧 因为 我感觉 有一个重点 我发现他们很聪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特别是 这位 这位朋友 嗯 他提前准备今天非常 专业的这个装备过来 哪个 哪个这个 哦 对对对对 哦 我 你知道吗 有 有一个非常夸张的 第一节课的时候 真的 不到五分钟 嗯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已经 摊坐在这个 嗯 地上了 所以今天 真的 我们要度过一个很特别的下午 不管在现 现场的朋友 还是在线上的朋友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一个空间 哎 因为我们想让大家认识的不是说今天下午 我们要多么流多少的汗 而是重新认识和定义瑜伽这个运动 我们不想认为它是一个 哇 真的是必须劈叉 或者是倒立的这样一项运动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在 呃 城市都市里上班 或者是说学习累的时候 可以找到一个小小的空间 一个毯子的距离 可以非常好的放松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小爷老师 然后 也希望线上的你们 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特别的时光 好吗 好 那我们先把时间 前半小时交给小爷老师 跟我们的王毅 好吗 来 你这样点头 坐下 好 蛮腿剪一坐姿 微收紧 全程式 鼻鼻鼻 好 我们现在做 这运动 吸气不动 呼气的时候 抬头 眼睛往上看 后脑勺去找 反的方向 回正 吸气向右倒 拉伸以左侧颈部 吸气回正 吸气向左倒 大肩 大肯的 大肯的是你右侧的 悰震 气放松一下 支支交扣 脚跟向前推 推不了 没事 那就这样 放松的状态 机器脚跟往前推 向上 连展你的脊柱 呼气的时候 向右倒 眼睛从你的左翼窝往上看 揉进去哦 机器回正 吸气 向左倒 眼睛从你的右翼窝往上看 现在拉伸你的右翼窝往上看 好 吸气 腿正 吸气 手慢慢地拆开 如果你觉得腿有不适 那可以再换一遍 交错盘腿 好 小心来到你的膝盖上方 先往后往下沉 吸气的时候 右手再向上 折地 这时候 向左挡 刚才有点不能做 这个动作应该是很简单的哦 不要收进去哦 没事 跟着你 好 吸气 回正 手落 暂时 左手向上 吸气 吸气 向右挡 吸气 回正 鼓起 慢慢地落下来 非常好 非常棒 加油宝贝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个扮育王 吸 右脚踩在左膝外侧 吸气 左手向上 呼气 抱着你的右膝盖 我们转向右后方 眼睛从你的右肩往后看 拉 拉伸你的脚柱 拉伸你的脚柱 扭转 扭转 保持三个呼吸 鼻吸 鼻吐 鼻涂 鼻子吸气 满呼 吸气二 满呼 吸气三 满呼 好 吸气回正 呼气 呼气 我们换另外一个脚 像是 去右膝 膝盖朝正前方 左脚踩右膝外侧 吸气 右手向上 呼气 抱着右膝盖 向左后方扭转 眼睛从你的左肩往后看 鼻吸鼻吐三 启 右肩往后看 鼻吸气 扭转 我们现在 哇 网上有非常多的小伙伴 在线上 跟 大家在 王鼎華 なので façon 你非常美 但是他們也在線上一起動起來 包括現場的小夥伴們 好嗎 好 加油,拉伸一下 好,繼續我們的課程 好,我們現在是做寬部下的動作了 來,曲著右膝,腳踩地 腳趾,右腳趾朝正前方 去膝蓋九十度,勾左腳,再往後蹬一下 膝蓋向後,對,腳被撲平 慢慢地站起來,手推地,推著膝蓋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平穩的話,你可以撐地 我們就推地就可以了 每一次吸氣的時候,脊柱向上拔長 每一次呼吸的時候,乘寬向下 注意要自己的膝蓋是對準二三腳趾的 曲九十度,用力向前推 如果你不穩定的話,勾下腳趾也可以 對 鼻吸鼻吐,三個呼吸 吸氣,一 呼氣 再來吸氣 呼 最後吸氣 慢慢地放下 慢慢地放下 我們做一個,鴿子式 曲著右膝蓋 左腳還是不動,還是破平的 就這樣 手指點地 延展向上 你的胸腔是朝前面 再往上,伏伏收進去 抬頭往前 抬頭往前或是往上看就可以了 我們也是做三個呼吸 這次的呼吸根據你自己的頻率去做 鼻吸 鼻吸 鼻吐 最後一次 吸氣 慢呼 鼻吸 手撐地 換另一個腳 心悦是 曲左膝 左膝蓋對準二三角指 右腳 右腳向後 腳被鋪平 兩手去推 左膝蓋向上 還是老樣子 吸氣 巴掌你的脊柱向上 呼氣 可以做後味的後彎 不可以的我們還是停留在這個動作上面 三次呼吸 鼻吸鼻吐 吸氣 一 呼氣 吸氣 二 呼氣 吸氣 三 呼氣 好 放鬆 推出提示 橫放墊頭 左鴿子式 曲折左膝 腳跟可以靠近會員處 如果有基礎的話 我們可以橫放 在這裡我們不強求 就這樣 對 靠近會員處就可以了 骨盆中正 手指撐地 如果骨盆歪的話 我們的右框往前一點 左寬拉好 對 眼瞻脊柱向上 吸氣 呼氣 主動成寬 再來吸氣 呼氣的時候 右大隊前側去找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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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吸氣 滿呼 好慢慢的退出提示 需要休息嗎 都休 可以攀腿 主要是那個 對 大家休息的時間 還有一個小插曲 剛剛好多人在線上出一張你的霸子 對 這是應援霸是嗎 對的 對的 我們可以來一個小小的測試 因為剛剛線上有非常多人關注到這個小細節 這是你今天特地準備的嗎 對啊 就是說 就是 拿出去漸漸失眠 啊 漸漸失眠 那 今天現在做到這個迄今為止 我剛剛也看到了 有好多粉絲朋友在現場 他們也真的非常在努力做這個事情 然後他們一直在問說累不累 不累 不累 不累是不是 對 那這個過程當中你覺得剛剛這幾個動作 最放鬆的地方 是不是 有沒有哪些位置是你平常自己覺得非常累的那些部位 有 有有有 就剛剛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叫什麼 那個就是這樣子壓著的那個 西樂池 這簡易版的 感覺還挺累的 哦 所以現場 現場的小夥伴們要記住了 我們可以在做的過程當中給自己放鬆一些時間 誒 我剛剛有特別看到老師跟王毅都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在運動的時候會有保持一定的頻率的呼吸 這個對於這個瑜伽運動來說是不是很重要 是的 呃 基本上我不知道因為現場的小夥伴 或者現場的小夥伴你們會看到這些細節 我不知道這個呼吸的頻率大概是什麼樣子的是比較正確的呢 呃 每一次吸氣的時候你要深深的吸氣 每一次呼氣的時候是要慢呼 一般比吸氣 慢一到兩拍 然後把氣息濁氣全部吐乾淨 哦 還有一個就是你在疼痛的時候 用呼氣去做而不是吸氣 哦明白了 哎我跟大家講一下就是關於呼吸這件事情千萬不要小看它 非常多的運動 其實呼吸的呃這個方法會決定到這個運動的效果 跟你運動會不會 哇感覺到非常的疲憊 因為呼吸非常重要 對 好的 好的 那現場 線上的這個小夥伴們 我們的王儀繼續穿著應援襪 接下來去開啟跟大家的剩下的十五分鐘的課堂 好我們繼續 站立的舒適 剛才都拉伸過 手臂 腰伸 腿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 單腿的風吹舒適可以嗎 單腿 把腿幫到這兒嗎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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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 蹬著你的左腿去右吸 腳掌踩在大腿內側就可以了 好了這樣不穩 可以合著 好這樣 對就這樣 鼻吸鼻吐疤腸就可以了 好 如果不行的話就這樣放在最下面 小腿內側也可以站直就可以了 好 要不要下面的粉絲松 你們 好 不不不不 咱們體驗一下嗎 能體驗的人站起來 對 就也不要勉強自己反正 對不用勉強 嘗試一下 嗯 就是 腳趾 左腳趾踩地 用力去抓住墊子 因為需要平衡 吸氣 去著右吸 踩在大腿內側 如果你不平衡的話 我們就踩在小腿內側 雙腿是往內的 收 腹部收 這樣就會 平衡狀態 不幸是瞎 踩在小腿吧 我們要求不高 就踩在小腿內側 對呀 對 好 互動一下 換個腿 就踩在小腿內側就可以了 嗯 好 或是腳趾點地 也可以 做一下拉伸 腹部收 擠住拔腸向上 手掌用力推就可以了 好 呼吸慢慢地落 慢慢地坐下來 看來大家還是喜歡比較輕鬆一點的 喜歡在墊子上面的 我們做一個開歡蝴蝶式 腳掌心相對 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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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你的腳球上面 向外拨開 慢慢地 像蝴蝶的翅膀一樣 敲打 開你的髮 這個應該是很輕鬆 確實 好 再來吸氣 我們的脊柱是把腸要換了 現在是停止不動了 呼吸的時候 人前傾 折框向下 哦 就這樣 可以了 不需要很深 好 掰開來 好 慢慢地吸氣 回來 呼吸 手抱著膝蓋 慢慢地向內 合掌 然後蹬直 直腳式 勾著腳 腳趾朝正上方 腳球用力往前蹬 蹬直你的雙腿 吸氣 雙手向上 掌根核 掌心向上推就可以了 不做前驅 往上拔就可以了 大手臂靠近你們的耳朵 肩往下沉 勾著腳 勾著腳 腳發力 腹部收進去 讓自己再伐長向上 腳跟去往上推 吸氣不動 呼氣慢慢地手開 落 收回 休息一會 好 那 就是一個小課間的休息時間了 然後 網上的很多人在問王毅說 誒 你為什麼一直在憋笑 想問一下 究竟怎麼了 是眼前的這幾位粉絲 讓你憋笑到了 還是 你心裡想什麼有趣的事情 呃 我覺得是 大家都做得很好 就是 但是有些 有些粉絲就是 就是 身材 身材之間 就是 一個腿 不是一個腿 他的手 受傷了 然後還來做瑜伽 哦 對 我沒有發現這一個點 對 他 那個 因為我們要為了保護大家 所以我們現場 沒有辦法把鏡頭轉向給到粉絲 不過我 我真的跟大家形容一下 在我面前的感覺 這位粉絲可能是 呃 應該是右手 對 有骨折或者是受傷的地方 呃 但他立馬戴上了口罩 然後 他居然是不要堅 堅強地在這邊 呃 鍛煉實體 哇這個 這個非常值得鼓勵 但是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哦 就是 因為今天我們早上在上課的時候 出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嗯 他也是有另外一位嘉賓 然後他也是在這個過程中 一直在憋笑 然後他的答覆是說 因為看到了前面的粉絲們 在做動作 感覺自己不會也做成這個樣子吧 哈哈哈哈 所以呢 我在想說 呃 我要跟大家做一個解答 因為線上好多人在問這個問題 原來是你造成的啊 不過我們我們線上的小夥伴們 還有現場的小夥伴們 我們真的用 呃 手中簡單的這個機掌的方式 給這個小夥伴加個油好嗎 來 哇 真的很不容易哦 因為他就坐在我們的正前方 好 那我也希望線上的你們 欸 我剛剛不停的有人在號召說 點讚點讚 你不運動也來點讚 現在點讚達到了250萬了 哇 然後大家通過手指也在做運動 好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課堂 好嗎 好 那接下來就 我和 你來做 挑戰一下 啊還有我 那個可以啊 下面的粉絲就不用做 我們做一個 舞蹈師 好嗎 來 站起來 就是你剛才想做的這個 左腳踩 去右膝 去右膝 右手抓 智慧手印 往前 對 對 對 往前 不是你做嗎 對 對 OK 老師怎麼不跟我一起做呀 哈哈 哈哈 不是要 你要側面做嗎 慢慢的拉 向前延伸 老師 這樣子 這個動作可能相對來說 會有一點點難 我想說我們應該做的時候 可不可以老師相對來說 助他一下 然後 也許會有非常多的人 他在家裡 可能也想挑戰這樣的動作 但他可能需要旁邊有教練啊 非常專業的人 來做這樣的輔導 好 所以我想說這個也可以通過 您的一個展示方式 讓大家看到說 原來這個瑜伽是需要兩個人相互一起完成的一個動作 其實我們也看到之前我們有一個視頻 還記得嗎 噢 是一起拍的 其實我們講的雙人瑜伽是希望說大家可以相互的去 噢 也是 對 有些支撐力 因為你剛剛在做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有點沒有信心 確實 但是如果有兩個人之間的力去支撐的話 可能有很多東西你就可以願意去展開很多動作去完成 好不好 那剛剛那個動作其實我們再看一下 雙人在一起做配合的效果是什麼樣子的 好 要不要側面 側面 這裡啊 對 剛才不是拉的嗎 來 攀一條腿 對 踩一下 往前 自己往前 我扶著 往前 再拉伸 差不多 沒事沒事就這樣扶著 我踩著你 對 屈膝蓋 腳再往上拿 手往前伸 好了 就這樣 一定要穩 一定要 輔助的那個人要踩他的腳 完了 丟人了 沒有沒有沒有 做得已經很好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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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你知道線上的留言是有多麼有趣嗎 他們都在說 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我感覺接下來可能會變成一個動圖 他們都在說 飛嘍 飛嘍 哈哈哈哈 挺好玩的一個 哈哈 不過大家說 王毅 他們說 終於看到了九位露面的腹肌 是嗎 沒有啊 自己都長胖了 好的 剛剛這個動作在做的時候 其實 我想知道一下 因為很多人的瑜伽基礎 或者是運動基礎 可能並沒有這麼高 你剛剛在做這個的時候 其實這樣在輔助你的時候 你主要會哪些地方感覺在緊張 上不穩 上不穩 對 因為就是 就反正下面不是要爬不穩 對 所以我會踩住您 保持您的穩定扶陣 但是 因為跟老師 第一次接觸嘛 對 第一次有做 有點小小緊張 自己大家跟熟人的話 一定會更加做得更好 哦 好的 好 那我們繼續再做一些在墊子上的動作 好 我們最後五分鐘哦 不要再偷懶了 大家加油 好 我們做橫向的拉伸 朝 對 去著左膝 腳踩地 右腳打開 根據你自己的適度 不需要像我一樣很平 你可以斜方向都可以 對 然後 右手去抓左腳踝 吸氣 左手向上 呼吸向這邊倒就可以了 根據自己的舒適度去倒 眼睛從你的左右往往上看 鼻吸鼻吐三次 每次吸氣的時候 延展你的脊柱 每次呼吸的時候 稍微向下倒一下 對 就可以了 不要很深 吸氣悔症 呼吸換另一邊 去著右膝蓋 伸直你的左腳 勾腳趾 左手去抓右腳踝 吸氣 右手向上 呼吸 向左倒 眼睛從你的右野窝往上看 腹部收進去 鼻吸鼻吐三次 吸氣 滿呼 再來吸氣 吸氣 巴窗你的脊柱 呼氣 向左倒一點點 最後吸 滿呼 好 吸氣回正 呼氣轉在墊頭 可以嗎 盤腿座 拉伸 拉伸我們的手臂外側 現在是吸氣 打開你的左手 向右內收 拉伸我們的手臂外側 伸右手掌心相對 來到你的手臂 來到你的手臂外側 右手向後推 主動推 拉伸你左大臂外側 手要伸直的喔 然後眼睛往左邊看 鼻吸鼻吐 保持自己的節奏 吸氣回正 呼氣拆開 換另一邊 吸氣右手向上 內收向左邊 曲著左手 掌心對著自己 往後 眼睛從你的 右肩 往右邊看 對 鼻吸鼻吐 好 吸氣回正 呼氣慢慢的落 我們做一個 曲右膝 左腳在地上 勾著左腳 不平穩的話 勾著左腳 右手推膝 吸氣左手向上 智慧收音 呼氣的時候 向後稍微倒一倒就可以了 讓你的胸腔 往上 往後的方向 腹部收進去 鼻吸鼻吐 鼻吸氣 呼氣回正 慢慢落下 呼氣我們換另一腿 曲左膝 腳踩地 勾右腳 膝蓋在地面上 你的右大腿是垂直於地面的 左小腿也是垂直於地面的 好 左手在 左膝蓋上方 吸氣 右手向上 智慧手印 呼氣的時候 胸腔是 往前往後推 慢慢的 去找後側 後腦勺去找地面的方向 眼睛往上或著往後看 鼻吸鼻吐三次 每一次吸氣的時候 是 拔從你的脊柱向上 每一次呼氣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後彎 好 吸氣回正 呼氣慢慢的拆開 跪字座 可以了嗎 好 那我們今天的小課堂 在這裡 就結束了 但是呢 大家千萬不要離開我們的直播間 因為我們稍事休息 三分鐘 我們將會開啟我們接下來的一個 互動環節 這互動環節 將是王毅在分享 剛剛我們在做這個輕運動的同時呢 跟大家一起來聊聊治癒的話題 好嗎 那我們給王毅休息的時間 同時也給現場的和先生的你們 休息三分鐘的時間 好 我們三分鐘後直播間 不見不散 和大海擁抱 你懂我的小題大作 也懂我的裝腔做事 在一起時 我們是最佳拍檔 不用刻意堅持 不用偽裝堅強 在彼此身邊做最真實的自己 有些時候 你的經歷讓你不得不成長 但世界紛紛擾擾 我也不想誰都討好 很慶幸 在我七零八落的時候 我的閨蜜會陪伴著我 不在一起時 我們也能堅定自己的方向 感受過治癒的能量 所以 也想要把這份能量傳給你們 不只他 不只我們 我希望每個人 都能擁有讓你獲得 治癒能量的那個人 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 但是每一座島嶼都會和大海擁抱 你懂我的小提大作 也懂我的裝腔做事 在一起時 我們是最佳拍檔 不用刻意堅持 不用偽裝堅強 在彼此身邊做最真實的自己 有些時候 你的經歷讓你不得不成長 但世界紛紛擾擾 我也不想誰都討好 很慶幸 在我七零八落的時候 我的閨蜜會陪伴著我 不在一起時 我們也能堅定自己的方向 感受過治癒的能量 所以 也想要把這份能量傳給你們 不只他 不只我們 我希望每個人 都能擁有 讓你獲得治癒能量的那個人 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 但是每一座島嶼都會和大海擁抱 你懂我的小提大作 也懂我的裝腔做事 在一起時 我們是最佳拍檔 不用刻意堅持 不用偽裝堅強 在彼此身邊做最真實的自己 有些時候 你的經歷讓你不得不成長 但世界紛紛擾擾 我也不想誰都討好 很慶幸 在我七零八落的時候 我的閨蜜會陪伴著我 不在一起時 我們也能堅定自己的方向 感受過治癒的能量 所以 也想要把這份能量傳給你們 不只他 不只我們 我希望每個人 都能擁有 讓你獲得治癒能量的那個人 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 但是每一座島嶼都會和大海擁抱 你懂我的小題大作 也懂我的裝腔做事 在一起時 我們是最佳拍檔 不用刻意堅持 不用偽裝堅強 在彼此身邊做最真實的自己 有些時候 你的經歷讓你不得不成長 但世界紛紛擾擾 我也不想誰都討好 很慶幸 在我七零八落的時候 我的閨蜜會陪伴著我 不在一起時 我們也能堅定自己的方向 感受過治癒的能量 所以 也想要把這份能量傳給你們 不只他 不只我們 我希望每個人 都能擁有讓你獲得治癒能量的那個人 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 但是每一座島嶼都會和大海擁抱 你懂我的小提大作 也懂我的裝腔做事 在一起時 我們是最佳拍檔 不用刻意堅持 不用偽裝堅強 在彼此身邊做最真實的自己 有些時候 你的經歷讓你不得不成長 但世界紛紛擾擾 我也不想誰都討好 很慶幸 在我七零八落的時候 我的閨蜜會陪伴著我 不在一起時 我們也能堅定自己的方向 感受過治癒的能量 所以 也想要把這份能量傳給你們 不只他 不只我們 我希望每個人 都能擁有讓你獲得治癒能量的那個人 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 但是每一座島嶼都會和大海擁抱 你懂我的小提大作 也懂我的裝腔做事 在一起時 我們是最佳拍檔 不用刻意堅持 不用偽裝堅強 在彼此身邊做最真實的自己 有些時候 你的經歷讓你不得不成長 但世界紛紛擾擾 我也不想誰都討好 很慶幸 今天王毅 剛剛休 稍坐休息之後 現在狀態怎麼樣 非常好 好 那 我感覺這幾位也 剛剛狀態也恢復得蠻快的嘛 確實 好 那麼剛剛在整個 我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 我看線上的朋友們 都想要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往前一站一點 我們往前一站一點 線上的小夥伴都需要有一點時間 現場也需要有一點時間 現場也需要有一點時間 留給大家 三十秒鐘的時間 好 給王毅 給大家拍攝的時間 我把話長收過來 我們來個幾連拍 太快了啦 太快了太快了 我們再給大家一點時間 真的不看這個畫面 單聽到這個聲音 感覺這邊在做一個什麼 手工置業的一個地方 然後 再織毛衣啊 這類的 好 那非常開心 再次來到我們的直播間 我們現在後半段呢 主要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 在前面半解課當中 算半解課 因為我們一般時常 是六十分鐘或九十分鐘的課程 以前應該沒有接觸過瑜伽這件事情吧 對 那這次接觸完瑜伽之後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呢 就是感覺很輕鬆 因為渾身被拉伸了嘛 就平時都是緊繃繃的 現在就是感覺很放鬆 對 因為剛剛非常多人在問說 你們為什麼在上瑜伽課 我貌似聽到背景的BGM是 那個王毅的歌 然後是詩翼 對嗎 然後大家在說 怎麼一下聽到了 一下又沒聽到 我說可能是你運動的這個 這個能量不太夠啊 然後換散了你的精力啊 但是是的 我們其實並沒有想要鼓勵大家 我一定要非常非常專業的方式 你就是選擇了自己 最想待的一塊地方 然後放著你最喜歡聽的歌曲 然後來做這項運動 所以剛剛這幾位粉絲們 你們還開心嗎 開心 哦 你應該很開心吧 開心 好 那麼 我想問問看 你平常自己在家裡會有一個人 獨處的時間嗎 就是在自己的宿舍呀 獨處的時間 你最喜歡幹什麼事情 睡覺 睡覺 哈哈哈哈 因為今年就是太忙了 就是有時間就在房間裡的話 都想要就是好好休息 哦 如果有一個跨時空默契考驗的話 昨天周世宇也是這麼說的 是嗎 真的 因為昨天我就問她 我說 你最想 就是放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做什麼 她睡覺 好 那我就除了睡覺 第二件你喜歡做什麼事情 就吃飯 又是一樣的 哈哈哈哈 哦 好的 好那第三個問題 好了沒事了 我覺得 就這兩點已經看出了默契值百分百了啊 好那 哎 呃 你平常 呃 在最近這段時間裡 我知道您剛去完那個 就是歐洲 對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跟人家分享一下呢 如果這段話再講的是一樣的話 那我也 靜待了 那應該不會了 就是 呃 有什麼就有意思的話就是 呃 那邊的飯特別難吃 哈哈哈哈 就是沒有吃到一頓好吃的飯 嗯 然後就是在那邊 唯一就吃到好吃的都是去吃中餐 中餐 哦 所以 哎 去到那邊有沒有非常記憶的一些美景啊 或者是 去到哪裡拍攝的時候 有什麼趣事跟人家分享一下 呃 就是這次我是 我們是拍了兩個NV嘛 兩支NV 然後就是 兩個風格就是差別比較大 然後有美麗的風景的話 就是去多瑙河 就那邊就是 就是很漂亮 嗯 拍了很多照片 那個我有聽團隊在講說 夜遊多腦核 對 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對 好像是這一次行程當中 所有人都覺得 那一個 那一個 那個點是最好的 對的 哦 那 我想 我想好奇的再多問你做 就是 回國之後 吃的第一個東西是什麼 牛牛 很迫不及的要去吃的 牛牛想穿 日吃燒烤 哦 燒烤 哦 這個在國外可能比較難見到 對的 對的 好 那 在這段過程當中 也經歷了一個夏天 非常忙碌的時間了 嗯 那這段時間 你覺得 最治癒你的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有沒有 某一個時間點 在今年 特別特別治癒你的時候 其實就是主要 我覺得最治癒我的還是小動物 對 因為我自己有養兩個小動物 然後就是 一個比較安靜 然後一個就比較活潑 然後每次回家的時候 看到他們就 心情非常好 呃 所以 如果心情不好的時候 想跟那個安靜的 還喜歡跟那個動的 多一點互動 哈哈 好奇的問一下 心情不好的時候 那肯定是會跟安靜的 因為安靜的 可以抱在環裡面 如果活潑的話 跳來跳去就 就是一下就變浮躁了 哦 哈哈 所以 所以 接下來如果有機會 看他在分享自己的Vlog 或者在直播的時候 他抱的那個安靜的 說明今天心情不太好了 哈哈哈 哦 好 那 在這個 跟動物之間的這個 治癒過程當中 你平常陪上他們的時候 呃 你會跟他們說說話 或者做什麼一些有趣的事情嗎 會會會 因為就是 呃 活潑的是新來的嘛 安靜的就是陪了我們有好多年了 安靜的就是陪了我們有好多年了 然後就會經常跟那個 比較 乖一點的就是 甜甜說話 哦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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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來的 欸 所以 新來的目前聽起來 這個新來的蠻昭黑的 就 哈哈 就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也不會理他 然後平常說話的時候 也不會跟他說 那新來的這個主要的功能是什麼呢 因為那是新來的 哈哈哈 哦 哎 我 我其實自己有點不愛 新來這兩個 活潑跟不活潑的都是貓是嗎 不不不不 一個是小狗一個是小貓 哦 安靜的是小貓 哦 哦 那 挺有趣的挺有趣的 那平常你會花很長時間陪伴照顧他們是嗎 對 哦 那 我 我這邊現在有幾個有趣的問題 是 因為我們剛剛來之前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自己非常治癒的一些 需要被治癒的一些事情 所以 我們收集到了一些 呃 剛剛前面一批來的這個小夥伴的一些治癒 需要被治癒的故事 嗯 但是我覺得 第一個 卡片 我有點不太理解啊 呃 我又不念ID了 以防尷尬 哈哈 今天我們就是22歲的同齡人了 哦 那今天他應該也是 是生日嗎 是生日嗎 哎不能知道那個是誰 確實 啊 所以你可以和我做二人瑜伽嗎 這個是 哈哈哈哈 啊 啊 這個 哎 啊 呃 也不用給我們眼神 我也不想知道是誰啊 這 就 呃就是可能他需要有多一些人陪伴 那這個問題呢 哎 這個問題我們要延展嘛 那既然是張卡片我們不能說 哎 過這樣子嘛 平常我想知道 除了跟寵物之外 呃 你在不開心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會給誰打電話呢 或者發消息 呃 倒也不會打電話 因為就在一個房間裡面 哦 就在一個房間 所以更願意跟 就近的朋友去分享 啊 明白 那 有沒有最近剛剛發生過不開心的一些事情 那有 啊 就還挺多的 嗯 說說列舉一件事情 落科 然後讓我們來聽聽看吧 呃 不開心的事情 一個就是 呃 在國外待了很久 然後過了好長時間才回來 然後回來的時候 也沒有看小動物們 因為 就是 因為回去太久了 走了太久了 然後就讓他們都回家了 呃 就是回來的時候會有點不開心 然後還有最近也遇到了一些很多 一些小事情吧 就是有一種 很累很累的感覺 嗯 但是 呃 我覺得就是想明白就好了 嗯 哦 所以 欸 這也是一個治癒的方式 欸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我們一直講的一個詞叫和解 你只有跟自己和解了 你才能跟所有事情和解 所以 想明白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一個治癒非常重要的一個窍門 啊 我剛剛又聽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 她說 她出去出國了 所以沒有陪伴她 把她給送走了 就是 那個新來的人真的也挺慘的 哈哈 又沒有時間陪她了 所以 有 有從國外或者回來之後 給她一個什麼 呃 好吃的小東西或怎麼樣嗎 有 其實她挺沒有頭腦的 就是挺開心的 啊 哈哈 啊 呃 叫做樂天派 對 樂天派 還小是吧 所以好欺負 哈哈 也不是 好 那個平常 會跟這些 就會 你會帶這個新來的人 打算接下來有機會 出去溜帶一下嗎 因為那個安靜的 估計應該不會出去了吧 沒有沒有 其實安靜的很愛出去 安靜的還出去了 對 總有一次機會出去的時候 也只能考慮那個安靜的了 是吧 哈哈 好 那麼 第二張卡片 他們想問的問題是 欸 那個 這個問題 是問題嗎 他說你知道自己很帥嗎 哈哈 哈哈 呃 呃 呃 那還是知道的了 哦 知道了 欸其實我剛剛在 呃 就是你還沒有來到這個 人民廣場店的時候 我其實在微博上先刷你 剛剛去到了 呃 Ugaga的這個 這西康路189店 嗯 我剛剛看了一段視頻 走在路上 其實你真的是一個 看上去蠻酷的 就是 呃 好像很冷 冷的一個人 但是我覺得來到現場的時候 感覺又不一樣 所以平常 你不太愛笑在路上 會怎麼樣嗎 呃 我就有想法了 剛剛坐在這些店子上 我覺得你就不像是一個 不愛笑的人 你一直在憋笑 然後我在想說 怎麼回事 然後我想說 你每做一個動作 你都會想笑 對 然後結果那次 我感覺你內心世界裡 還是一個很快樂的人 對啊 因為 大家都很熟了 啊 很熟了 嗯 好 所以他的 聽出來了他的快樂 是你們給他的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 他待在一些 比較安全的空間裡 見到熟悉的人 他就會快樂 我覺得 如果今天你有一些 不快樂的事情 哎 可以找到一個 你最熟悉的空間 跟熟悉的朋友 或者家人待在一起 也許你會治癒自己 嗯 不用說什麼話 可能就坐在那個地方 你就會覺得很快樂 很安全 好不好 那 這張卡片 我真的不好意思 再念下去了 寶 最近你有什麼趣事嗎 呃 呃 去 有趣的事 有趣的事 去事 最近有趣的事 最近 最近 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 因為我才剛回來 嗯 然後去世的話 我絞盡腦汁想一想 啊 絞盡腦 可能就是 看了漂亮的風景 算是去世嗎 嗯 嗯 哈哈哈哈 然後還有就是跟大家聊天 就現在就很開心 是 哇 剛剛他們不停地cue我們說 呃 主持人麻煩你 說一下我們現在的戰績啊 呃 這個可能是目前我們三天當中 點贊最高的 到迄今 到迄今為止 直播觀看的這個人數也是 呃 這幾天當中最高的 天啊 我感覺 然後 現在點贊數已經達到了八百萬 哇 我覺得 再這樣點下去的話 有可能 我們是 會破千萬 哦 所以 我們也 我們也沒辦法靠現場的這幾位朋友了 因為你們完全手機在錄像了 對 那線上的小夥伴們 請你們繼續加油 我們還有最後十五分鐘時間哦 好的 好 那 第三個 其實剛剛這個問題有問過了 就是 在國外看到一些 外國人的一些生活方式 有沒有讓你覺得很有記憶點的 很治癒的一些事情 有有有 我發現他們很愛曬太陽 對 就是好像也不怎麼就是防曬什麼 像我們很在意自己白不白 他們就好像就是 其實覺得健康膚色 更加就是吸引人吧 是 然後就是 他們有那種草坪 就感覺就是隨處可見 就是有人直接在那躺著睡了 哦 就很自在 很放鬆 哦 所以 這又是另外一個點 哎 我覺得其實粉絲今天哦 這場粉絲 有些小細節我很喜歡 他會 寒沙攝影 在問問題的時候 帶露一些治癒的一些點 剛剛王毅也分享了 就是 在國外的時候看到外國人 非常輕鬆 愜意的 曬曬太陽啊 所以有時候其實如果你 需要被治癒 你可以去跟大自然接觸 哦 對 大自然你去戶外啊 你去草地上啊 坐坐 其實那時候的感切 就是非常的自然 那個自然會讓你忘記 一切的事情 其實我們今天本來是在 樓頂上的 但是 我 我 我們後來臨時搬下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發現你的粉絲 一個比一個白 啊 我在想說你們平常怎麼怎麼 怎麼怎麼保養自己的 我想說 但凡我們剛剛是在樓上的話 你們一定會很慌張 所以我們臨時真的是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從樓上大部隊伴下來 我覺得 好 那也沒關係 在這樣的空間下 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非常愜意自在 很治癒的一個相處環境 好 第四個問題 有什麼想對在場 在場的粉絲推薦的瑜伽動作嗎 哎呦 這個 來來來 這個問題一定 哎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卡片是 剛剛進場上瑜伽課的粉絲們 在進場前寫的 但是 剛剛上完課 這個問題 貌似好像是不想再繼續問了吧 哈哈哈哈 啊你剛剛上完課之後 你有最想推薦的一個動作 因為我剛剛看你到小房間 你還有在跟 哎你的團隊們在分享剛剛的一些動作 你覺得哪些動作是你剛剛 很想再挑戰一下的 哈哈 背 背 背 飛咯 那個叫飛咯 對 這個動作其實做好看的話還是挺好的 嗯 好 那我們這樣子吧 我們官方決定我們送給王毅一張 很特別的卡 哎 就這個卡是什麼呢 你隨時隨地在一年當中 你可以任意約我們時間 我們會有專業的教練一對一 陪你飛 好不好 哈哈哈哈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 這個卡到時候 可以讓他自己來隨時隨地 我們看一下我們一年之後 我們看有沒有機會再跟王毅這一面上 然後看他這個飛咯這個動作 是不是有所進步啊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哇 另外一張卡片 他說 你喜歡粉絲如何稱呼你 最喜歡的一個稱呼 我覺得 這個不是我說我喜歡大家就會叫的吧 我希望大家叫王子會叫吧 哈哈哈哈 對啊 顯然不會啊 你們覺得很雷人 對大家平時救寶寶就可以了 哦 因為剛剛你在 王子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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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 王子欸 剛剛你在做飛了那個東西 大家說 今天的王毅不是王毅 你是王毅耶 哈哈哈哈 哦 王子啊 記住哦 那下次咱們改叫王子吧 哎 這樣子好不好 給大家 三秒鐘時間 好我們 續備一下能量 現場的粉絲朋友們 哎 可以叫一下王子嗎 三 我們就叫這一次機會 來 三二一 王子 哇 好 好了 自己要的 自己要的 我們給他 給他呢 感覺他又不要了 哈哈哈哈 非常有趣 那再來 繼續來聊 哎 怎麼回事 今天 怎麼變成這個稱呼 變成了這個全場的一個高潮環節了 好 平常會去購物買衣服 然後 你會搜什麼關鍵詞 我搜那種 其實關鍵詞 也不會怎麼搜 我就搜衣服兩個字 哈哈哈哈 這個關鍵詞 太關鍵了 對 因為其實你看多了他自己會推薦的 哦 衣服兩個字 他也會選擇就是 差不多的東西給你 哇 我發現你 你們兩之間有個共性 就是懶 哎 有沒有發現 確實 就是 哎 就是隨意 隨意 我很懶 他完全這個 買衣服的狀態 就跟老外躺在這個草地上的狀態 是一樣的 無所謂 反正是搜搜 反正推薦給我喜歡的我就買了 是嗎 哎你平常會有一些 呃非常 很壓抑的那個 瞬間你就想跑出去買買東西 逛逛街的那種 讓大家解壓的一種方式嗎 你會有這種時刻嗎 那太有了 太有了 哈哈哈 每天都想逃出去 哈哈哈 啊 沒關係 你接下來可能逃了 為什麼 你會飛咯 哈哈哈 哎 隨時隨地你都能飛 好 好 哇 這個 哇 這個 這個 同學的12345 真的 我有點 說不清楚 哎 來來來 他這個問題我 先說一個比較 貼近於現在的 他說 王毅 四肢不協調 可以學瑜伽嗎 可以啊 為什麼不能呢 啊 不行啊 可以嗎 是吧 瑜伽可以減肥嗎 瑜伽 我感覺應該可以吧 就是你做完了之後 你身心放鬆了 你做什麼事情都會很順利地完成它 好 那我這裡我要跟大家科普一個 剛剛這個問題的問題啊 你做什麼事情都有機會減肥啊 你做什麼運動都有可能減不了肥 那是取決於中和考慮的問題 哎 我們剛剛講到了 我想知道你平常是怎麼吃飯 你說你特別愛吃 你大概一日三餐 你都是準時吃飯的嗎 當然不是啦 哦 那你平常吃的分量多嗎 也不多 也不多 其實我現在是少吃多餐 就是吃的少但是我餓得很快 哦 吃的少 我大概想知道一下 比如說午飯 嗯 你今天午飯吃了什麼 吃了一個炸雞腿 炸雞腿 然後還有配上什麼其他東西嗎 和那個玉米 就是麥當勞 哦 沒有這個牌子哦 剛剛 好 我們剛剛吃了玉米跟這個炸雞腿 哎 那我好奇了 這一瞬間你會喝什麼東西 配這個兩樣東西呢 礦泉水 哦 這個就是關鍵了 哎 總有一個東西得吃健康的 剛剛有 有一個不健康 另外一個都得吃健康的 哎 我告訴大家玉米其實 也是健康的 是健康的 我自己在這個店裡面 我也最喜歡吃的是玉米 嗯 對 好 那還有一個 哇這一句話講的特別好 我告訴大家一個事情 我們的瑜伽教練會一直提醒大家 要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真的可以讓你有減肥的可能性 因為你的作息會非常的正常 好好休息 哎 你的有可能你的生活就協調了 有很多運動的時候就會協調 你剛剛王毅在這裡你能感受到運動的時候 它有非常多的核心力 嗯 那個核心力來自於自己身體的本能 還有精神的 因為你有一個意志力 要控制住它對不對 嗯 好 那我心情不好 都喜歡憋著 有什麼好的調節方式呢 就是 找一個地方 自己喊出來吧 嗯 喊出來 謝謝一下 來 喊的內容我都 哎 喊的內容我都幫你們想好了 到時候不開心 憋著的時候就 王子 飛囉 哈哈哈哈 哎 真的很好啊 都是跟今天發生的事情相關的啊 好 那 這一章也就過去了 好 基本上我們的幾個問題整理在這裡了 好 哇 那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啊 東西就是 其實那天呢 我們會有一個 啊 這個視頻去分享給到大家 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什麼時候做瑜伽啊 啊 為什麼要在一起做瑜伽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有一個電子來 我們的工作人員可以把這電子給大家看 他們有一句話 呃 我覺得這句話 很特別 哦 不好意思好像倒過來了 哈哈哈哈 啊 啊 哦 這這句話其實 很特別我們看到了是王毅和周世宇一起 當時拍攝的時候講 携手前行做照亮彼此的光 哦 這句話 我想問問看 就是 當時我們 我們是這樣子的 我們當拍攝的時候 大家都會自己去抒發自己的情感啊 然後 聊聊天啊 那這句話當時輸出的時候 你覺得這句話 對於智慾來說 或者是 呃 對你現在來說 你覺得這句話 對你來說 你這個感同身受的是什麼 我覺得 這個吧 就是 因為一個人的時候 總是會 想很多嘛 然後如果身邊有一個人 跟陪伴你一起 牽著手往前走的話 就是 可能你就是 少走一些彎路 嗯 好的 那今天其實我們 我今天看到今天 現場的粉 誒 來 現場我們先拍個掌好不好 記掌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一千一百萬 哇 哇 線上的 粉絲們你們真厲害喔 我覺得 我們現在在榜單上 可以看出來 我們是現在此刻 在小紅書直播當中 點讚全網最高的 哇 恭喜恭喜 哇 粉絲非常非常給力喔 那剛剛這個 我們說到的這個瑜伽店 今天如果說 沒有來到我們現場的粉絲朋友們 如果你在線上 或者你在外地的城市 你真的需要這一款瑜伽店的話 我們還有最後的十條 那這個十條瑜伽店 會在我們 官方小紅書當中 的一個商城裡面 有專門一個 預售鏈接 當你去購買它的時候 我們今天下午就會把這個 最後的十條 可以發貨給到你 大家要抓緊這個時間了 不過今天來到現場的朋友們 都會有 剛剛第一批進來的朋友們 等一下會有一個小福利 就是我們的王毅會在你們的瑜伽店上 親筆簽名 然後同時今天所有到現場的朋友們 王毅都會把瑜伽店 親手的交遞給到你們 希望你們可以開啟一段 治癒自己的時光 好不好 好 那那個王毅到最後的一個環節了 你知道是什麼環節嗎 因為我覺得 線上今天大家都非常給力 現在已經是一千兩百萬的點贊了 好 那我們要不要給線上的朋友們 送一個福利 就是剛剛的瑜伽店 我們親筆簽名 抽出一個送給大家 好不好 好 那規則王毅來定 我們就說飛囉 好不好 好 海嘯王子 海嘯王子 飛 飛吧 好 飛囉 好 線上的朋友們 我們打出飛囉 然後我們來截圖 321的時間 給大家 跑個五秒鐘時間 好 飛囉 全都飛了 好 那小紅書官方直播的那個 空評人 進來看一眼 傻眼了 這個直播間在幹什麼 好 來 321啊 我們往一開始 好 321 好 哇 我們的ID是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送兩個 先送一個 再送一個 好 第一個ID叫什麼名字 呃 這個吧 這個是阿耶 阿耶 恭喜阿耶 現場的朋友們 谷歌掌嘛 人家好不容易 恭喜恭喜 一千兩百萬讚了耶 好 來來來 好 第二個 還是繼續飛囉 大家快點刷起來 321 好嘞 這個是Y Y 一個頓號 Y 啊 Y一個頓號 好 以上兩位粉絲寶寶們 可以 欸 怎麼了 那 以上的粉絲寶寶們 也感謝你們兩位 然後獲得了我們這個簽名的瑜伽店 記住了 後台去聯繫我們的客服 然後我們的客服會抓緊時間把這個簽名的瑜伽店送給他們 然後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哦 呃 我們在直播間過程當中呢 有非常多的人說點贊點贊 因為我想讓王毅讓更多人看到他 因為這個平台是小紅樹平台 所以會有更多人可以看到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希望大家事後能做一個小小的動作 把今天現場拍到的照片 或者線上看到的照片 可以搜尋大眾點評 把我們王毅今天現場美美的照片 分享到我們的這個 那個 UGAGA的人民廣場店的大眾點評上 我們會在上面 再抽取一位粉絲 然後來送給你我們簽名的瑜伽店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家瑜伽店也是整個黃埔區當中的前三名 也會每天將近有三千多的人流 可以看到這個平台 我們也希望把王毅接下來跟瑜伽 產生更多有緣分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用這個瑜伽店 造出跟瑜伽之間的緣分 好不好 好 那王毅最後我們留給你一分鐘的時間 兩分鐘 三分鐘都可以 由你說的算 跟我們的大家在說說 你最近有什麼想說的話 自由自在地說都可以 好 行 最近有什麼想說的話 就是說好久不見 因為最近也沒有什麼工作 就是我的工作都在別的地方 大家也在線上看不到我 然後還是很想你們的 然後知道你們也很想我 所以就是說現在我回來了 就是那以後大家也就多多支持我吧 然後也多多支持瑜伽 好的 好 那最後幾秒鐘時間跟大家科普一下 有很多人在線上問 我們在小紅書的官方的這個小紅書上面 最左邊上角有一個店鋪 往下拉當中有一個王毅的一個預售的鏈接 當中就有最後的十張瑜伽店 大家可以點擊進去購買 今天下午會發貨 好 那最後再次感謝王毅今天來到我們的 YOUGAGA人民廣場店 然後呢 也就由今天王毅到我們的第三家店鋪 在我們的西康路189弄店 然後去做了剪彩 然後我們希望我們大家都一起 在這個生活當中可以找到治癒自己的彼此的光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掰掰